WiFi 歡迎收看 幸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玲 郭敬佛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知天命來改運 是 化危機為轉機好不好 真的 講到人生卡關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去算命 对 那其实算命最主要就是要 知命长运 就是要知道我们的命底怎样 我们的性质怎样 然后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是 会有一些方法给你 来 欢迎我们命理老师 首先欢迎黄优福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李玉佩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Amanda老师 大家好 来 欢迎几位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关静老师 老师好 接下来欢迎芳芸 芳芸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廖祺芳 祺芸芸 大家好 真的 讲到算命的方法很多种 有时候我们会放到观众朋友说 敬诚 敬诚 我看你们节目 我一直看 一直看 我想去算命哪一种比较主 是 我通常会建议说 你最好是参考个两三种 对 有道理 对不对 看哪一种跟你比较合适 那我们今天有一种这个很特别 来问一下说祺芳 你小时候身体很不好 就爸妈有特别看你的天命八字 我知道你过来 这个孩子拍油期 对 对吧 是不是说这个 拍油期 拍油期 有吗 拍油期 小孩子拍油期是怎么样情况 我以前难以想象 然后都是听爸爸妈妈在讲 他说我在念小学以前 八天话北是每天 这个病好了 又换下一个病 下个病好了 又换下一个病 真的很烦欸 很烦欸 你真的恨不得把他丢到孤儿院 不行啊 不行啊 亲身的 亲身的啊 然后算来的钱 全部通通都在看医生 哎哟 就是一看一心 然后那个时候呢 想说这一娜 到底能不能活也不知道 我记得那时候 我妈妈说有儿童医院 就是现在没有了 然后呢 每天去报道 有一次呢 是得麻疹 现在的麻疹是那种一次免疫 不然就是有人一辈子都没得过 有预防针打 那我是得了一种麻疹之后 就发烧住院 然后隔壁那个麻疹 比如说我玫瑰疹 它的另外一种疹我也得了 然后那它的疹我也得了 我的身上总共九种麻疹 九个麻疹 你就那时候 你本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没有没有 就九个麻疹通通中哦 是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说一个礼拜的时间都在三十九度半四十度住在医院 就是 你五五啊 你那时候也还没有健保吧 没有 所以再来的钱 以前都要拿现金去看医生 是 爸爸说他每天种多少钱就多少钱去 对啊 然后那时候 外骨跟他讲说 你这个婴子吃起来五五 搞不好 一直在高烧是不是 就是如果还有人会不会变笨蛋 那到底要不要痒 你要不要去给他算一下 看这婴子要求还是不要求 对不对 就是 求起来那是 那样 就全气孔心走好 因为一直一步好 一直一步好嘛 他说 那个算命阿姑介绍他去那边 是一个叫做天命布的东西 他说好大的一个本子 然后每一页每一页都是布做的 上面还画的毛病 然后他就一眼就知道说 喔 这个婴子怎样 然后一翻喔 那个老师说 喔 你这个婴子叫做 断桥关 这边又断桥关 对 断桥 断桥就是生命关卡 不然就是意外血光之災 它会断去 欸 情会断 啊 爸爸妈妈就问说 啊 这样子的话喔 到底会不会有后面 然后一番后面喔 他说天命布一番 哇 这小孩飞黄腾达 会赚钱 会读习 会养你 要救 一定要救 一定要救回来 尽全力抢救 这父母怎么那么现实啊 他说的不是 现实不是父母 我是他那个阿姑 哈哈哈哈 是这个 是这个 对 我那时候我爸爸讲的时候说 喔 就看到这个就觉得说 欸 当然要救 那要救 怎样都要救 然后他说看了之后说 喔 这样好 回去喔本来心里觉得说 啊 没关系 以后就好了 现在就陪他过啦 反正会还 结果回到医院喔 医生说 我们没有病床了 那你们要不要签切绝书 把他带回家 那时候是那种奇怪 刚刚明明报的希望 怎么会差那么多 那种瞬间到了谷底 又跌落到谷底了 你叫我带回去 不是就有那单细吗 那时候爸爸的想法是这样 他说 爸爸说没办法 被赶回去 他还去帮我买棺材 啊 到这一步了 真的 我爸爸说 我后面棺材要去买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过 当然啊 棺材买了 他说把我放进去 然后他说所有人 有亲戚都把我放进去 真的放进去啦 放进去 那又有在穿裙啊 就是要等他 因为在医院时有 拿回家就是等他 没的时候嘛 那时候是这样想 他说放在那个小棺材里面 他永远记得那一天天黑 他觉得那一个晚上怎么那么久 怎会这么久 就想说算命明明说 这就会过啊 有贵人会出来啊 啊奇怪 啊待会这样 就现在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对 结果这时候有一个 阿嬷的朋友就是那种七嘴八舌 三姑六婆就来了 就很吵的 每次都来 爸爸想说 让他知道不是全世界都知道嘛 就想说别说啦 点点过就好了 然后我阿嬷就说 你把他带出去啦 看他要怎么带出去啦 别在这儿插 然后阿嬷就说 你會怎么红的红一红的红到这样 稍微索到这样 你来来来你拿一个堵 他叫我爸爸拿一把刀跟着他走 说我带你去山顶 拐草 拐草 然后爸爸那时候想 好啦 帮你带走就好了 就跟著他去喔 他說他帶他爬到那個斜坡上面去 他說那個葉子喔 一隻一隻還不好找 一堆裡頭長一點 他就給他掛起來掛起來 阿嬤跟他講說你回去給他洗一洗 然後給他灌下去 甚至全身給他 用灌的灌 然後全身給他敷一敷 他說喔 那個時候喔 全部敷完的時候喔 已經在那邊等了 他說我已經沒有哭三天了 一個小孩子不會不哭 對 而且這麼不舒服 三天你沒有哭 其實感覺上像泥流了啦 最後一口氣 然後他說天亮他看到太陽 天 太陽光出來的時候 這麼煎熬啊 已經熬了一整晚在等了 對啊 然後陽光出來 聽到哭聲 我爸每次講這個的時候 他可以講對 我跟你講 然後每次講他都感覺到什麼 聽到哭聲 我就心裡 騷就退了 然後我長大 因為我那一期學院 我才知道說 那個小葉草以前不知道 你有去研究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爸說你自己知道 怎麼自己怎麼回事 不要讓人家 那個小葉草 還真的有些地方 像大家河濱公園 有時候會長喔 就混在雜草裡頭 不容易看到的 那個真的會退殺 然後有時候有沒有 小朋友是不能呼吸 是因為彈心 對啊 以前不懂中藥 以前時代我們那時候 四五十年 中藥根本不流行 現在發現很多的中藥 比西醫還厲害 所以那時候爸爸現在回想 每次都講 天明布真的有夠學 只要熬過那時間 一定有貴人 貴人出來 他就貴官 結果好 貴人就是那個 七嘴八舌的阿嬤 對 我們後來每年 天明布上還講了一個 後面的飛黃騰達 後面的飛黃騰達 就是啦 有把錢給到阿嬤嗎 沒什麼啦 有啦 他剛剛想要說你念到哪裡 醫學院耶 醫學院耶 我現在在修博士學院 他就是 傻傻傻傻傻 傻傻傻 好強喔 他就沒得起床 我們要在一起探 但是很準啊 好準喔 沒有啊 我爸爸一直講 你會很強勁 你會很強勁 我就一直勁 你賺錢有都給爸爸媽媽嗎 爸爸也會拿到這個錢 有啊 有不會管錢 因為書念的高 也滿花錢的啦 對啦 對啦 對家裡來說 就是傻傻傻傻傻 從以前就 對 所以有小賺一點 挺不錯 就是 這麼準喔 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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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那個本質一番 才知道說這孩子的命運 是怎麼樣啊 對 而且要怎麼救對不對 是 就是一個男生 會有兩個女生 啊 這不代表他老公 會有兩個女性 同時出現 喔 對 對不對 那黑天狗代表說 婚姻宮裡面呢 老公發展的地下情 或是小三戀情 是愛愛男生 沒有人知道 喔 黑天狗 連同事親友沒有一個癮 知道他們有地下戀情 是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 老公他外面的戀情是 十年八年二十年後 對 才知道 來這邊問一下關靜老師 是 剛剛西方有提到這個天命部 對 老師您這邊就可以幫我們介紹 就這一本 就這一本 對 就是這一本 天命部 所以天命部它裡面所講的 基本上就是講說 我們每一個人 一定透過出生年月日時 那天命就是你先天的福跟苦 是福多還是苦多嘛 對不對 那今生的命 其實老天已經幫你定好了 當然人生當中 會有所謂的一些 劫難啊 會有一些災惡等等 那當然還是配合每個人 有他的一個先天的福報 來突破 就像說 像這個圖來講 曾經就是有一個李小姐 他來看他的夫妻公 那透過這個圖文 並茂來提醒他 因為那時候老師就有提醒他說 像這個夫妻公來講 我們看 講這個圖文好了 來 這個夫妻公 這個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因為他是畫一個黑天狗 對 好 黑天狗呢 他呈現的就是說 他的老公 他來看夫妻公 所以這邊掀開來的時候 就看到一男兩女 一男兩女 上面有一隻黑天狗 對 那時候老師就跟他聊到說 他的夫妻公 尤其他的老公 配偶蘭 感情公 他容易呢 就是會有第三者 還是會有小三 小三喔 對 為什麼 因為黑天狗代表說 他真的是暗地理 這個 兩個女的 可惡喔 就是一個男生會有兩個女生 這不代表他老公 會有兩個女性同時出現啦 對 那黑天狗代表說 婚姻公裡面呢 老公發展的地下情 或是小三戀情 是暗暗的 沒有人知道 黑天狗 連同事親友 沒有一個癮知道 他們有地下戀情 是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老公 他外面的戀情是 十年八年二十年後 對 都不為人知 才知道 那甚至有小孩了 對不對 原配都還不知道 那當時當然他的太太 這個李小姐 是不以為意嘛 還沒有發生 還沒有感覺到 那後來他第二次來找 老師的時候 他就已經確實說 老師 上次你提到這個問題 我現在遇到了 我現在真的不懂得到了 因為當時他來看的時候 他其實真的 像老師講的 他不曉得 所以最後都是原配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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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要發發起 原配才會知道 所以黑天狗就是黑黑 暗地裡 躲起來 躲在地下室 走在地下道 這個意思 好 這其中一個案 老師 那他下面的 這些什麼 這個就是看其他的 一個綜合的來論斷 綜合的來論斷 他說他圖會先畫出來 他說每個圖的 一個情況不一樣 我們就會針對 每一個情況來 講他的一些重點 不管是你要算婚姻 算事業 算健康 其實都會翻開來 大概就可以參考一下 對 都會了解 因為他是有圖文來做一個提示 就像說另外有一個案例就是 一個應該說陳太太好了 他當初也是為了家庭 家運婚姻 兩個交雜在困擾 他說老師為什麼我的婚姻當中 我覺得好像類似有點 就是沒有辦法完全自主 包括說我跟我老公溝通之間 我都覺得好像有一種 講不出的感覺 那我們那時候在翻 你看大家看 這一個小人 小小人 他就是暗地裡面破壞的 暗地裡面破壞 我說其實你的家中有小人作祟 家中有小人主愛 家運跟感情混在一起 那時候就說你看 這是有小小人 代表說家庭裡面 有家人主愛你跟老公之間的問題 是 是家中有小人 不是外面的小三三 是家裡面 家裡面通常會有什麼小人 誰啊 婆媳 對耶 對耶 軸禮啊 對軸禮之間啊 這些東西都會形成是無形當中 可能破壞你跟老公 還是我跟我婆婆之間的感情 是 對 家中暗藏小人來迫害 那另外呢 因為他本身又是公司的一個主管 他必須要跟很多的一個員工 還有他的上司的一個老闆 去做一個整體上一個運作 所以呢 我們也看出他 在公司方面有一個很明顯的小人 因為這是暗藏的 你看不到 小人躲在暗處你看不到他是誰 那這個很明顯說 他在公司也有很明顯的小人 每天可能就找我麻煩 每天可能就跟我有對立 或是說我可能提出一個什麼建議啦 對公司有建設性 然後你就擺明要跟我對干 對不對 也或者是說我可能我的主員以下犯上 全部挑明跟衝著我來的 這個就是明的小人 所以一個在暗一個在明 對 當初他來的時候 其實他是內幼外患 哇 所以天秘部他其實提到就是說 你現在碰到什麼樣的關卡阻礙 我們來找到一個原因 一個緣由 那這個當中當然還是透過 觀世音菩薩的這樣的一個把門 來幫我們做一個解化 這樣可以降低 我們運勢不良的一個傷害跟影響 所以天秘部裡面都可以圖文並茂 來了解 到底目前還是未來這個當中 我們到底受到什麼樣的阻礙 對啦 這樣喔 有時候聽起來 其實很多的率命方式 聽起來你會覺得很龍頭 對 就是老師講得很清楚 我們聽得很模糊 可是像天秘部你就會很清楚的 對 因為文並茂的關係 對 也都有輔助的解說 就會好清楚 對 就知命掌運 對 好 來 那我們也從這個姓名學的角度 來請教玉佩老師 老師是不是有些姓名筆劃的人 他就是天生命好 我們常說這種人是 對 觀觀難過 觀觀過 好 你是不是一個觀觀難過 觀觀過的人 我們要看名字的人 跟總格喔 大家把名字的筆劃拿出來算一算 但是我要先說明的喔 對 以上的筆劃並不是說這個筆劃有關 而是說當他遇到有關的時候 他是可以低空過關 風秀化吉 風秀化吉 我們來看第一個關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叫做健康的關 有很多人在健康 這關上面沒有過過的話 那就是一個人生的災難 人跟總格如果分別出現了 15 21 24 31 37 39 跟47的人 我舉個例子來講喔 什麼叫做健康的關 像比如說像有的人他出國旅遊 對 你有31總格 我有31 出國旅遊 突然間在飛機上 或是在旅遊的途中 他心臟病復發了 剛好他這一團 就有一個心臟病的醫生 因為他把他給救了 所以呢鬼門關把他抓回來 那也有人在旅途的當中呢 比如說他扭傷了筋骨 剛好呢在這個團員當中呢 就有接骨的 或是有那個外科的醫生 所以保住了他的腰 對啊 那還有的人呢 比如說他生了重病 拜訪了民醫 跑遍了各大醫院 醫生都搖搖頭 眼看這個病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但是呢這個時候有人出現了 只不過是一個小偏方 然後呢自豪他這樣的一個 雲南雜症 我想到這件事情 我想到35年前 我爸爸他生了一場怪病 他的手和腳 只有在幾個地方長瘡 然後流出來的那個水黏黏的 只要是碰到衣服 那個衣服非常的硬 很黏很黏 還有組織液 對 那跑遍了皮膚科都沒有用 尤其是冬天他不能穿長袖 因為他會黏在衣服上面 對 一黏在衣服上 脫下來更痛 對 就是這樣 很可怕 你去想像那個慘狀 這個時候呢 他的一個以前在部隊上的 老班長來看到了 提供了一個小偏方 大家不要學 把硫磺跟豬肝拌在一起 聲音聲你吃 硫磺怎麼吃啊 死馬當活馬 吃了兩次 自動收口 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中國的小偏方 他也是可以吃大便的 所以往往 醫生他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是卻在我們的 民間的這些小方法上面 給解決了 那還有的人 比如說他發生了重大的事故 然後呢 在家或病房裡面 醫生就說啦 這個重度昏迷啊 你們要不要救 就算救火了 他可能以後就是一個植物人喔 但是針對這些品化的人 他們有頑強的生命力 其實他們 雖然是有的人重度昏迷 可是他的那種意識力 他是非常強的 再加上家人 不管求神問否 透過什麼樣什麼樣的方法 到最後他們的官 大部分都是 鬼門關前去逛一圈 他還是平安的回來了 所以在健康這個方面 這些筆劃的人呢 他有這種 衝破鬼門關子 這樣的一個勇氣喔 我們來看喔 第二個組合喔 然後他講話就是 女生的聲音嘛 可是他必須要先做一些儀式 然後當他開始上身的時候 他本來從那個阿嬤媽媽的聲音 就突然之間變成那種 很大氣的 男人的那種霸氣的聲音 然後呢 他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不是死在泰國 你怎麼會在這裡 死啦 他說你不是死在泰國 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他問啊 我說沒有啊 沒有啊 我沒有去過泰國啊 來看喔 第二個組合喔 他的官是來自於財運官喔 人格跟總格如果出現了 十一二三 二十九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五 三十八跟五十二的人 金錢官 財運官喔 我覺得一個人喔 如果你要測試你自己的人際關係好不好 人脈廣不廣喔 你最好 你可以做兩件事情來測試 第一個你去賣保險做指銷 好難喔 你就知道你的人脈廣不廣喔 還有一個就是借錢 尤其是直接開口借錢 最能夠測出 對 那些平常跟你很閨蜜的 很幻田兄弟的 說不定在這個時候 人就跑掉了 但是這些組合的人喔 當他有急需要用錢 有錢觀的時候 好像你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我那些手機忽然一個 很久很久沒有聯絡的人 也沒什麼關係的 講朋友算不上傳簡訊來 講半天我想說你怎麼了 你好 這是怎樣 對 沒想到 他現在在做保險 做保險講說又是保險 結果還是覺得我很適合長照險 那你還是逢場嗎 我沒有逢場 真的嗎 我還沒有到長照險 為什麼會想到我長照險 對啊 好 沒有禮貌 對 沒禮貌 這個組合 他其實要用錢的時候 就剛剛好呢 他就會有一筆錢進來 或是他接到一筆電單 長照險喔 長照險 長期照顧喔 就是一人落樓要買肉 等你老了要來 那時候人家已經不賣給你了 要早點買是真的 真的 謝謝 好 要不然還有一種狀況就是 你一直認為這是一筆呆帳的 就剛剛這個人他有錢 他願意還你了 這對你來講 在你需要錢的時候 這好像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另外一種情形就是 急需要用錢的時候 跟朋友開口 居然人家意不容辭的呆呢 甚至於喔 還有的人喔 是主動不能說 那我這邊有筆錢 是不是我先借你收拾一下 放心不要利息 其實這些組合的人 人家會主動的 願意借錢給你 或是不拒絕你 一定是你平常 你做人是很有信用的 要不然誰願意 把自己的錢借出去 老虎借出有去無回啊 那不管怎麼說啦 這兩個組合的人 在健康也好呢 在錢產上面也好呢 他都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給大家做參考 是 來來來講到這個天命 或者是這個前世 問一下方雨 是 其實方雨人生也蠻特別的 對 我也覺得 前面是真的很辛苦 這小女生不容易 所以你有一次去算命 算出你的前世是泰國人 有一次我們就去算了這個 要帶我去算前世今生 然後看看我前世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帶我去這個土城的山上 然後那個宮廟主要是 供奉這個北極玄天上帝 然後裡面的廟柱呢 是一個大概七十歲左右的 老媽媽的阿嬤 然後她講話就是 女生的聲音嘛 可是她必須要先做一些儀式 然後當她開始上身的時候 她本來從那個阿嬤媽媽的聲音 就突然之間變成那種 很大氣的男人的那種 霸氣的聲音 然後呢她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她說妳怎麼會在這裡 妳不是死在泰國 妳怎麼會在這裡 但她說妳不是死在泰國 妳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她說啊 我說沒有啊 沒有啊 我沒有去過泰國啊 我從來沒有去過泰國 我沒有死在泰國啊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妳的前世是泰國的公主 妳在一個戰亂裡面呢 就是有那種叛亂者 進到皇宮裡面 把所有你們這個家族人 全部殺死了 然後我就半信半疑 我就想說 她是不是在做節目效果 對… 然後她就說 妳不相信 妳不相信的話呢 妳現在到曼谷的那個皇宮 就很多人都有去曼谷皇宮觀光過 她說牆上 妳會看到妳的名字 蛤 對 叫阿娜 她就說妳去看 妳去找 妳去問導遊 就是上面會有妳的名字叫阿娜 阿娜 對 不過她也滿全的 她在台灣就告訴妳這一個名字 對 還告訴妳點在哪裡 對 皇宮裡頭 對 皇宮裡頭 所以很明確地跟我說 她說妳就去看 妳一定會找到這個名字 那個名字就是妳 然後當時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真的還假的 她就說問我說 最後她就問我說 妳最近有沒有準備要去泰國 我就說沒有 就是也 我沒有要去泰國 她就說妳千萬不可以去 是叫妳不要去 千萬不要去 她說我死掉的那一年 對照現今的流年 就是這兩年 就是對照就是這兩年 她說我哪會去 我如果去的話 我就回不來了 就沒有辦法回來 妳是就會再刷 對到那個時候的那個 那個時間點 所以我只要去了泰國 我這一趟就回不來了 可是說也奇怪 那兩年呢 這莫名其妙 比如說朋友就一直要約去泰國玩 然後或者是什麼節目製作單位 就一直說要去什麼泰國出外景 就很多很多泰國的邀約 我一直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縱使我有一點半信半疑 可是我就是一直聽她的話 所以所有的那些邀約 我通通都沒有去 所以各位觀眾 妳現在可以在這邊看到我呢 應該是我那個時候 我真的沒有去泰國 是是是 對 但也就是說 還沒有真正去求證說 在皇宮裡頭的阿娜這個名字 但是就是我覺得就是很玄 她就跟我講這樣子 讓我就覺得 蛤 就是怎麼會這樣 我從來就去過泰國 沒有我們幫妳出一個外景 就找我的情勢 好啦好啦不要貼詞 算了啦 多國家可以去 對 對啊 那泰國菜可以吃嗎 重點 應該可以吧 突然就想到說那這樣好嗎 應該OK啦 不要 小心吃不要噎著 好來 游哥老師我們就來看看哪些手面像的人 他可以化險為夷 我們是用人像學的角度 就是他可以逢胸化疾 例如說是意外災難也算 甚至包括事業錢財也都是有過化險為夷 真的 好我把這種化險為夷的這個效果 或者力量呢 把它列出指數來 60 70 80 90 分數越高 他力量越強 越能夠化險為夷 好 先從60我們手相來看 手相呢 有像這樣的線的呢 我們也叫做逢胸化疾線 什麼呢 叫做解滅蚊 注意看一下解滅蚊 請你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手上 生命線呢 在這邊斷掉了 注意看 生命線斷掉 通常直接的意義就是 可能那時候有意外災害 或者生病 那如果旁邊有這條線 就叫做解滅蚊 正好幫他度過 有災解災 有難解 那這是生命線的斷掉的解滅蚊 是指身體方面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命運線 命運線 我們例如看這邊斷掉了 旁邊剛好有個解滅蚊 也是一樣 這個時候呢 可能就是事業的中斷 或者錢財的災禍 那這個災禍呢 因為有事業蚊 有這個解滅蚊 就是逢胸化疾線呢 幫他度過平安的 有金無險 注意看一下 看你是哪個地方斷掉 旁邊是不是剛好有解滅蚊 就讓你化現為宜 好 這是第二項 從首項來看 其實第二項更好的了 是七十分 這是整體看的 那麼這個呢 一般來講 大概要中年以上 比較看得出來 就是在我們手上的上端這邊呢 肉呢 開始比較軟綿綿的 然後呢 我們稱為叫做 符露獸三星 符露獸三星 就是我們手掌的上面這邊 有三塊肉突出來 像掌丘一樣突出來 而且要軟綿綿的才算 這個肉叫做符露獸 那符露獸是整體嘛 表現你一身中 都是非常的順利 錢財各方面都是完美無缺 那你如果手上有這樣的 符露獸三星的話 就表示你這一身 遇到的任何的困難 它自然而然 那時候有貴人出現 或者命運呢 來補化 來解化你 讓你平安度過 好 這是第二項 上面有分數列得更高的 更高的我列了80分的 是用耳朵來看 你可能覺得好像我這個跟 就算我有女朋友好了 或男朋友 我們總是互相挑剔 好像這種彼此間很看不順眼 那麼在年底之前這段時間 我們可能就會開始下決心了 要嘛會有說 不如我們交往這麼久 就一起步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你有結婚的打算 或者是你覺得我們個性 真的不適合 就有勇氣來斷行 因為畢竟分手有時候 不是一件壞事情 因為彼此分開的話 我們反而有機會去遇到 更適合的人 我列到80分的呢 是用耳朵來看 耳朵 就是耳朵大而貼 先說大 耳朵大的話代表你有福氣 有貴人 或是代表安定 所以耳朵的話 我們常說好命好命嘛 重點是後面的貼 就是逢胸化吉的耳朵是要貼的 就是正面看過去不是張揚的 張揚的 反而面不是很好 當然它有另外別的好處啦 但是我們再講到這一點 化險為一的話 要貼才好 貼就是貼進去 看不太清楚 貼的人做事情怎麼樣 會比較沒有那麼高調 他做事情不會說會警惕自己 那麼張揚的不是 張揚的他也許會比較 遇到困難他就想去試看看 明明那條路不要走 明明那個石頭不要跨過去 張揚的就是那種心情 老師你在說我嗎 我很糟耶 真的耶 代國公主 就說你的個性比較 比較想去闖 那樣試看看 就是喜歡去闖 對啦 你去闖 那也許災難就容易發生 如果貼的話呢 就不是聽話跟乖的 是喔 那如果用膠袋把它黏住 那當然沒有用 那是你的個性的關係 就只有你會想到 用膠袋黏住 對呀 做羊的人才會想到 貼的人自額呢 就是人家做比較鎮定 比較穩定 這個事情要不要做 這個路可不可以走 跨過去要不要跨過去 要不要闖一下 不要闖 或者呢如果要闖 他想出比較安全的方式 去闖看看 那自然他就逢兄化吉的 這個機率就高多了嘛 這是80分 好 上面有個我列到最高分的 90分的 90分的注意看一下 我們的額頭 在人像學裡面 額頭呢 第一個他是事業工 代表工作 第二個呢 在這個角落的地方 我們稱為叫翼瑪 是 是代表一個人的往外變動 然後呢 在這個 現在我畫的眉毛上面這個地方呢 是代表附模 看附模 但是我今天講的這個地方不是 他也是在額頭 但是額頭裡面呢 在眉毛的正上方 我們稱為叫做福德宮 這個福德宮完美 什麼叫福德宮完美 我們直接看齊方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完美的嗎 對 直接眉毛上面這個地方 他沒有 沒有凹陷下去 沒有暗淡淡層 沒有破那個什麼 很乾乾淨淨的 或者一高一滴都沒有 所以很準耶 所以你福德宮漂亮 對呀 你那個額頭長得好像 附帶細靡一樣 真的嗎 圓圓的 這好像會念書的 那福德宮是代表什麼 第一個是自己的福德 就是你曾做善事不害人 那當然就是自己的福德 另外一種是長輩的 或者祖先的 爸爸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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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留下來的福德 當然讓你能夠化學為夷 真好 所以它名稱就叫福德宮 那另外我要提到一下 我要提到一件事 你知道民俗裡面說 說剛才你小時候 曾經父親買個棺材 你把它放進去 對 一般人不會做這種忌諱的事嘛 還沒有走你把它放進去做什麼 但是那時候我的猜 因為這麼多年以前的事情 對 我猜疑你的父親那時候 應該是有高人指點 是喔 對 因為那棺材是 有可能 我們在改運你們很多 都用棺材去這個方式 照生機法 對 照生機 而且你把它放進去 騙過那些牛頭馬列 所以讓它騙過了 你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時候 你開始就哭出來了 所以我想真的 好了解 是不是因為這麼多 現在也沒辦法印證 我猜那是一種民俗的改變 是 讓你化險為宜 有災解災 有難解難 這是一個方法 好像有道理 因為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要買棺材 而且他把它放進去 對 是一個 解救方法 是一種做生機的方法 意思是說 今晚 如果牛頭馬面沒有帶走 就被騙過去的話 明天就好 明天就好 明天就過了 是 有可能嗎 好密度 好的 來 接著呢 Mita老師也幫我們分析 2017年 哪些星座的人會開始 從這個衰運轉好運 福星來超文 對 因為現在已經快要到年底了 對不對 我們看看自己 星盤當中的太陽 以及上升星座 來看看哪些星座的人呢 我們的運氣就會越來越好 福星高照了 首先我們要恭喜第三名的 獅子座的朋友 在哪個部分呢 感情穩定邁向星座 所謂感情我們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 如果是單身的獅子座的話呢 其實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可能覺得 好像我這個跟 好就算我有女朋友好了 或男朋友 我們總是互相挑剔 好像這種彼此間很看不順眼 那麼在年底之前這段時間呢 我們可能就會開始下決心了 要嘛會有說 不如我們已經交往這麼久 我們就一起步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可能有結婚的打算 或者是你覺得我們個性真的不適合 就有勇氣來斷舍離 因為畢竟分手有時候不是一件壞事情 因為彼此分開的話 我們反而有機會去遇到更適合的人 就是還沒有結婚的獅子座朋友 那麼已婚的獅子座呢 像芳瑜 可能我們跟另一半之間的感情 會越來越穩定 為什麼呢 兩個人相處總是有一些磨合期 不管結婚多久的這種朋友 都是這樣 好 然後有時候有機會 把自己對於對方 好像一點不滿意的地方 能夠心平氣和地說出來 其實真正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兩個人的感情都會越來越好 所以恭喜獅子座的朋友們 接著呢 我們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們 在哪個方面呢 工作表現得到肯定 好 這一段時間呢 是巨蟹座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工作方面有一點 噢噱 就是事情真的有點多 我想要做的事情 計畫非常的多 但是呢好像這個進行進展 並不如預期 總是有一些小小的 莫名的阻礙出現 那麼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是在年底之前 你會覺得 好像我的創意 我的想法 真的能夠讓大家肯定 然後能夠很順利的推動 我對於工作上面的一個計畫 所以要非常恭喜巨蟹座的朋友 第一名呢 我們要恭喜天蟹座的朋友 好 在哪一方面呢 財務危機得到解決 好 天蟹座的朋友 過去這幾個月 可能真的覺得好像 這個入不住出口袋 是不是破洞了 還是皮夾怎麼了 這個皮夾的拉鍊鬆掉了嗎 就是這個錢真的都留不住 或者是有一種 好像為什麼我的開銷 永遠比我的收入 還要多的這種感覺 那麼在年底之前 天蟹座的朋友 有機會 第一是聽到別人 告訴我們一些 還不錯的投資訊息 好 就是如果你可以信得過 這些朋友的話 這些消息有機會讓我們 在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默默地賺到一筆 自己很滿意的收入 再來就是有機會 我們去改掉一些 自己不好的這個理財習慣 好 一些不好的消費習慣 比方說這個購物節 就不會沖太多 好 或者是懂得說去取捨 不該買的東西 就不要亂買 這樣子都有機會 來解除我們這個 財務上面的危機 好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沒有上榜的朋友 不要難過 因為我們的題目就是 會轉好運 如果你沒有上榜 可能代表我們這半年 其實運氣已經非常的好了 不需要再來轉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來 我們訓一下機會廣告 馬上回來 那可是老師有提醒我 我有所謂的斷橋觀 所以會懷孕 可能會遇到什麼 可能生死 可能死胎啊 真的嗎 或是自己的命沒了啊 這樣子 他本來要決定 要留媽媽還是留小孩 都不用 不要講這麼恐怖啊 我老公都簽了 因為在過程他有狀況 因為老公簽是留小孩 當然留媽媽 當然又留媽媽 對 又留媽媽 好難 來 回到齊方 齊方你小時候有健康的觀 對 後來長大有婚姻有感情觀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念醫學院 所以我認識的人都是 比如說醫生 醫生 很無聊 對 很無聊 他們真的好無聊 很無聊 是嗎 說醫生是很會念書 他就是看病人 只會念書 然後呢 他很辛苦 沒有生活 這是婚友社的第一 對 第一名 大家第一名 大家都馬是想要結交醫生 三十一名 那通常不是都講說 如果醫生等到他會完了 那就抓不回來了 有沒有 那都是已經有成就之後 所以呢 我一直覺得我的那個學長 我們交往十三年 我一直覺得 就是 就是不 就是有一種 怪怪的感覺 不想 不想在一起 太久了是不是 就覺得少了什麼 我覺得我不想這麼無聊 我認識我老公才三個月 什麼 我就覺得 就是他了 因為 我的老公跟我是完全相反的人 他被退學就退了五次 你本身是念醫學院的 所以也算是優秀的 很會念書的女生高材生 那他也學霸 醫學院 不是 所以他好好玩 喔 完全相反 你碰到一個什麼樣的男生好好玩 就是他會 他會帶我到處玩 這三個月 都帶你玩了什麼 每天都去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 什麼看風景啊 碩西啊 烤肉啊 什麼什麼 因為就截然不同 跟那個十三年 很像家人的男友是不一樣的 太有意思了 然後 我就三個月跟他結婚 每一個朋友都在打賭 他們在賭一年兩年啊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十五年了 哇 可是我講真的啦 在剛結婚的時候還真痛苦 因為他講的話我聽不懂 我講的話他還聽不懂 每天就是吵架 然後乾脆不要吵 我就去躲起來 所以我每天離家出走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離家出走 我就想啊 不要吵不要吵 因為我不會吵架 那婚前的風趣 好玩呢 還在嗎 為什麼婚後馬上會變成覺得 就不一樣 不一樣 台灣的景點 你用力吧 對… 你用力完三個月也差不多 還要玩完啦 那乾脆什麼景點 什麼餐廳 三個月差不多了 月潭都已經去三次了 你還想幹嘛 對 對… 然後後面就是 財米油原醬醋茶啦 對… 然後就一天到晚吵架 最嚴重的導火線就是 我朋友跟我借錢 因為我一直以來 沒有這個困擾 以前爸爸就講說 沒關係你有集心 所以我只要借人家錢 都會還啦 都會還 幾乎都沒有跑掉啦 所以妳是從小 健康觀 生死那一觀過了之後 妳其實是很乖 很會念書的小孩 都是很平順的 沒有碰過什麼壞人 沒 對不對 然後借錢也都有還 然後就是結完婚那一次 而且是很好很好的姊妹喔 她跟我借了三百萬 蛤 那因為她很好 她跟我真的 妳才幾歲而已 妳賺三百萬 因為沒有地方花 她就一直這樣 唉唷 太厉害了 對啊 她就去春 她就跟 老公就大吵了說 哇 那個錢 因為錢沒有回來 那個錢是妳們兩個 共同的基金 對 想說生小孩要用 唉唷 喂啊 那什麼樣想也沒想到 從來沒想過 人家會不還這件事 我從來沒想過 就真的不見了 可是金額太大了 那我可以借此呼籲 如果妳在看電視 那還換我嗎 到現在都 找不到人啊 對啊 還找不到人 對啊 如果妳有多少還多少 我是沒有關係啊 就是 就沒有還然後就 我每天哭喔 吵架每天哭 那個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連離婚協助 可能都準備好了 只是在堵那一口氣 因為我朋友都在堵 我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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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不理不理不理 然後我媽媽就說 不然妳去看看好了 因為天命部可以看到未來嘛 你可以看一下說 妳以後的婚姻怎麼樣啊 如果她畫了 她假設是兩個人或三個人 那妳就離好了啦 早點離 早點結束嘛 那如果未來是好的 搞不好我們就想辦法囉 然後我就想 好吧 算了 一樣死馬當活馬姨 我媽幫我約的 約完之後我去喔 我第一次看到天命部的時候 真的耶 好大一本喔 然後是故作的 以後婚姻沒滿 還有小孩耶 然後呢還有房子 可是老師就跟我講說 我有無情關 無情關啊 無情 無情 無情關就是呢 那一年的流年 剛好走到空王 空王就是 集星也不在 貴人也不在 所有幫你的人都不在了 那那個流年呢 你就是沒有人家也不愛你 什麼事情都出來了 也不疼奶奶不愛的 對 然後就會 發生很多事情 再加上我只不過 因為有這個命中的斷橋關 所以 他是建議我啦 就是換 我們就是 如果你的命是這樣子 你現在走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換個生活方式 也許你去進修 轉換 也許你 所以我才會去修碩士博士這樣子 就是也許換 這也是轉運的方法啦 對 改變形態 趁運勢最不好的那一年 對 去做你本來沒有做的事 對 可能去念個書啊 或者什麼的 好 那你就去做了 然後我就去做 我就順便念書進修 然後再來我想 因為我很想要小孩啦 對 我覺得小孩太可愛了 我看到有一男一女耶 這樣子還不錯耶 那可是老師有提醒我 我有所謂的斷橋關 所以會 懷孕可能會遇到生死 可能死胎啊 或是自己的命沒了啊 這樣子 我懷孕的時候喔 第五個月雙胞胎死了一個 就是在育子裡面死掉一個 對啊 然後那個時候的醫院的醫生說 你通通把它弄掉 死胎在活胎的旁邊 一起要共渡後面那五個月 對 那時候剛好 有一個案例就是 那個 也是走類似這樣的路 我就覺得 他好像有機會啊 我好像可以試試看 是 有案例成功啊 可是 某大醫院的醫生就是說 你拿掉 真的那個機會不多 你就是拿掉 怎麼捨得 捨不得 捨不得 然後我們就查 有某一個醫生很厲害喔 聽說很多藝人明星 還有什麼都去找他 是 可是掛不進去 就是掛掛就是掛不進去 然後怎麼掛掛不進去 那時候我記得 我永遠記得我老公拿的手機就是 掛好掛好掛好 一直要掛一直要掛 掛不進去 到半夜的時候 掛進去 是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奇妙 他掛進去的原因 我一定要去找 一定是有人退了嘛 對 就是有某個孕婦退了 我才能插他隊 對 不然這麼多人都找那個醫生 是好關係進不去的喔 那個醫生厲害 厲害在所有人都要進去是沒辦法 結果這個真的是一個日本人 他回台灣剛好遇到颱風 飛機不能飛 所以他取消了那個位置 所以我卡進去了 然後我就想說 老師說的換 那我就換醫院吧 就趕快換 換醫院那個時候 就從某大醫院換到某醫院去 換進去的時候呢 那個醫生說沒關係 我們就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他鼓勵你保留 試試看 很玄妙的是那個命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連養水一口都不喝 所以醫生說他完全沒有受影響 因為屍體在旁邊 他只要不喝養水 他就不會生病 五臟六腑就不會腐化 那這樣子拖拖拖 拖到最後的時候 那個醫生也老神在在喔 本來要決定要留媽媽還是留小孩 都不用 不要講這麼恐怖啊 我老公都簽了 因為在過程怕有狀況 所以老公簽是留誰 當然是留媽媽 當然是留媽媽 他說那個需要想 那個就留媽媽 當然是留 然後 後來到 我兒子現在都唸小儀了 喔有名字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天命部很有意思啊 它先讓你好像有一張票 去看未來的自己 是 你心裡有個底 只要熬過那一段 離婚啊空王期啊 那個時間點不要執著 你去做別的事情 就會度過那個難關 冷靜一下 對 因為冷靜太難了 有的時候會被一直卡住 一直卡住 就 是 所以其實這個算命啊 你看這個天命部 它倒不是說算你的命 怎麼樣 我覺得它就是讓你有一個轉念 好 其實算命很多就是參考 對不對 對 讓你可以轉念 對 但你在這個轉念的時間 一轉念就會產生智慧 是 對不對 對 就不會執著在當下那個 對 那個情緒上 是 好 那接著我們也從信仰的角度 Amanda老師幫大家分析 特別是有些星座的女人 她能夠處理好所謂的婚姻危機 講到婚姻的話呢 我們要觀察的就是 自己星盤當中的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以及下降星座 什麼叫做下降星座呢 就是從我們上升星座 開始數到第七個黃道星座 來 老師你用我的來解釋一下 像靖淳姐的上升星座 是在這個天秤座 所以她的下降星座 從黃道的星座 依序數到第七個 她的下降星座就會是 母羊座 那這邊呢 我們有做了一個對照表 好 就是 大家如果看到 夫妻公就是母羊座 對 就是下降星座 開始的這個位置 像如果我們的上升星座 是在母羊座 下降星座就會是天秤座 好 上升如果是金牛 下降就會是天蠍 上升如果是雙子 下降就會是射手 上升是巨蟹 下降就會是摩羯 上升是獅子 下降會是水瓶 以及如果你的上升是處女座 下降星座就會在雙羽座 那另外 反過來 如果你的上升星座 是天秤座的朋友 你的下降星座就會到母羊座 好 像齊邦 你的上升是這個天秤座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 就會是處女座 好 那像芳羽 你的上升是在獅子座 對不對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 就會是水瓶座 好 這樣子對照的 它是一個很對應的一個位置 對 好 因為婚姻呢 對 其實跟下降星座 有很大的關係 首先我們來看呢 哪些星座的朋友 他們遇到這種婚姻的危機的時候 比較能夠這個順利的解決 首先第三名呢 就是有在水瓶座的朋友 好 原因是因為 理性思考 擬定計畫 好 其實像芳羽對不對 好 這個下降就會在水瓶座 對 或者是如果是你上升有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參考 但是它的比重就會比較低一點點 好 水瓶座的朋友有什麼特質 他們真的是非常理性的一個星座 像俗話說這個牛奶打翻了 哭也沒有用 但水瓶座就會想說 牛奶杯子都打翻了 那怎麼辦 其實我哭這個牛奶也回不來 也不回覆啊 對 不如我就想 我接下來該怎麼辦 能夠怎麼辦 未來怎麼辦 這是水瓶座所在意的 牛奶打翻了 哭也沒有用 對 這是什麼 這是一句西洋的諺語 對 我想說 因為以我們的個性 我們通常會這樣 再把它掃回杯子 真的 是 舔一點還是可以 好省啊 你就放在那裡 你就不要吵 它等一下就變起司 真的耶 中國人關於我們的智慧 哭沒有用 你看它可以變來到 我可以變起司 對 大家都有自己的創意 但是對於水瓶座的朋友們來說 他們就不會在那裡 只有哭而已 他們就開始想 對 我能夠怎麼辦 所以當婚姻當中 如果出現危機 我們假設 比方說先生在外面 可能有了一些曖昧的對象 那水瓶座的朋友就會想 OK 假設事情真的發生了 我能怎麼辦 他可能真的會拿出一張紙跟筆 我腦中有哪些計劃 繼續在一起 選項一 或者是選項二 我離婚 然後呢 選項一的話 我能夠怎麼做 繼續在一起 那我不要吵鬧 好 我可以 慢慢地把這個財產 都移轉到我名下 或者是他會有他的步驟 滿好的 對 那如果離婚的話 我們的惠子率 是不是水平的 對 所以他就會教我們這樣 對 就是要保護好自己 不要慌張 有哪些計劃 然後我們按部就班來執行 當我們透過這樣一個理性的擬下計劃 就算他們沒有真的做 但他腦中其實那個氣都已經消了 然後他有機會心平氣和地 來跟先生繼續溝通 或者是他真的就照他所定的這個計劃 慢慢地執行 可以度過這樣的婚姻問題 就是他會冷靜面對 對 非常冷靜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星座 好 那第二名呢如果 然後下去之後我就看到 他就說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首先呢我就看到一個 類似神桌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個神桌的場景 然後感覺是我家 那他就跟我講說 你看你神桌上面有些什麼 我就說什麼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他就跟我說呢 什麼都沒有就表示呢 你其實現實生活中 你一個貴人都沒有 對 就是你沒有 神桌上 神桌上沒有神明在庇佑你嘛 一時現實生活中 沒有任何人在庇佑你 在幫助你 那第二名呢 如果有落在巨蟹座的朋友 能夠度過危機的原因是 堅守本分捍衛地位 好 其實你想像巨蟹座 我們常常講說有螃蟹的特質 對不對 螃蟹那兩隻那個什麼 錢子 對 他只要這個抓住任何東西 一定是那種死掐著不放的 你要讓他放開 其實你要用很多很多的力量 同樣的道理 對於巨蟹座的這個太太來說 我們在婚姻當中 如果先生正有什麼不對的情況 不鬼的事情發生 他會覺得這是我的地盤 憑什麼我要平白無故的放棄 我要棄手 然後呢他們也不會說 你不做你不管這個家 那我也不要管不會 他們會覺得我是一個妻子 我就會扮演好太太該做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該做的三餐 繼續很用心的做好 那有可能多放一點點 或者是呢 對 這個是小孩該怎麼照顧 他該做的這個本分 他都會做好 然後直到有一天 他的另一半通常會覺得 這個外面的這個花朵 真的沒有家裡的香 會這種 因為原來有一個女人一直在我背後 默默地付出支持著我 所以他通常巨蟹座的朋友 遇到這樣的一些危機 另一半都會回頭的 好就是能夠這樣子堅守本分 而屹立不搖的星座 那麼第一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原因是因為重視伴侶取得共識 好其實像剛才篤林哥有說嘛 就是遇到任何危機轉念是非常重要的 天秤座的朋友基本上是最能夠轉念的一個星座 怎麼說呢 是轉念嘛 有時候人家說天秤都一直逃避逃避逃避 其實不是逃避 應該說他們很懂得就是反省自己 以及換位思考 比方說可能假設在婚姻關係當中 如果這個太太很抱怨說先生都不做家事 那有的星座就會覺得一直指責對不對 你就是不做事 你看我每天這麼辛苦 像個老媽子一樣 但天秤座的太太會怎麼樣 她會開始想 你雖然不整理家務 但是你有認真工作賺錢 這樣也是有加分的 或者是呢 你都沒有洗衣服 但是可是你可以 好像你有幫忙這個倒垃圾 其實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們會這樣子 自己會有這樣的智慧 來就是面對婚姻當中的不和諧 再來天秤座的人很在意公不公平 他會覺得 OK 某些事情你做 有些事情我做 比方說我每天送孩子上學 但是這個回來之後 你有陪小孩玩耍 這樣子就是公平 所以一旦他們 如果覺得這個局面 不公平的時候呢 因為這也是一個風向星座 他們一樣怎麼樣 會用談的 會用溝通的 跟先生跟伴侶找到一個 我們都可以接受公平的方式 就這樣子 所以不會真的撕破臉 可以度過 就是有智慧的來度過 婚姻當中的危機 好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老師提醒我們 如果遇到問題 真的要來轉念 轉念 來問關京老師 是 也有遇到財運問題的 是 那財運問題那是 他就是有一個小夫妻 那當然老公回來查 他的貼命部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斷橋關 小夫妻 那是要算老婆的 還算老婆 會算老公的 因為老公他是廚師 他是創業 他是老闆 對 所以當初呢 他應該講說 這個小夫妻其實滿年輕的 大概三十五六歲 那當初他們是想要創業 所以說他們當初想說 開個收入店應該不難吧 門檻不是很高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 真的去開了這個店之後呢 說真的前三個月 就是他們的營業額啦 業績成長都還算不錯 一個月扣除了一個盡力之外 那他們至少還有 十多萬的收入 都還算OK 可是很奇怪的是 沒想到第四個月之後 就慢慢 第五個月 第六個月 就慢慢慢慢 他們發現說 我從早上十點 開始準備食材 到晚上十點 這十二個小時的當中 一天喔 幾乎算算算 做不到死主客人 做不到死主 真的很不好 對 所以每天營業 還是說 不知道 可是前三個月 不是很好嗎 對 對不對 那到了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月 慢慢慢慢 生意不好 做不到十主客人 開始會慌了 而且發現 每天收入機 打開之後 三四千塊也沒有了 那怎麼辦 他們的裝潢費 已經投入 投資下去了 然後人事成本 雖然很多的食材 而且就是好的 都放到壞掉 好 因為沒有人上門 都一定是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當下呢 就是他 夫妻倆也蠻苦惱的 而且簽合約第一年簽 都是先滿一年之後 再考慮要不要續約 是 他們想說硬撐 我先撐到滿一年 之後呢 狀況還是一樣 而且每個月幾乎都在賠錢 當兩小夫妻在商量說 老公 那我們是 繼續做 還是收起來 還是我們乾脆就 轉行算了 當這個夫妻 夫妻感情揍的時候 合夥人碰到揍的時候 很容易吵架翻臉了 因為應該都是 臉都很臭了 可是這個 在這個緊要關頭 因為也要讓房東知道 我們倆要不要繼續租嘛 所以一定要小商量 可是在這個猶豫當中 老婆呢 就透過友人介紹 然後來找老師 當時老師一定要以 這家店為主的是老公嘛 老公的命格 老師這時候 以掛負責人的那個兒子為主 負責人為主 因為老公又是廚師 所以當下其實很多的一個食材 都是老公在採買 包括說可能調那個什麼 燒肉醬 這一些的調理 一定是老公的比較敏感 所以當時老公來查天命部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問題存在 老師就點出說 老公的命格裡面 其中有一個 在事業工來講 就有一個斷橋關 斷橋關在事業工 所以斷橋關在事業工 一定會呈現什麼情況 事業斷斷續續 喔 立不從心 我很想做啊 我每天兩點就起來 才買食材啦 然後我比誰都早開門啊 很努力啊 對不對 然後對員工也很好 立不從心 或是會呈現像那個中斷 我事業運作到一半 哇 好像就是有狀況了 或是呈現空轉狀態 好 空轉的狀態 所以呢這個當中 老師就會先建議太太說 來 依老公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來做事業 你一定要先把這個斷橋關 先去做一個解除 我們先來解斷橋關 請觀世音菩薩做主 我們來把這個關卡 我們先度過 另外除了這樣建議他之外 老公的命格裡面喔 在透過天命部裡面 老師特別又看了一個 很特殊的情況 就是老公 他竟然還有另外一顆心 叫做天一心 天上的醫生這一顆心 對 他本面有這個特殊的心 那特殊的心不是每個人都有 是蠻特別的 那因為有這個天一心 我就跟這個太太講說 老公其實這樣的一個情況當中 老師會透過天命部來跟你提醒 就是說 你老公必須要做一個轉型 那轉型不是讓你老公去當醫生 他可能想說 我老公不是學醫的 也不是學什麼 也沒有什麼這樣醫學的背景 都沒有 我說不是要你老公轉行去當醫生 因為你老公本身是廚師 對不對 那你有這顆特殊的天一心 如果你懂得去運用它 其實無形當中會得益貴人 來相處而發達 那我們是廚師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怎麼樣 沿用你的技能 我們來轉型做什麼 養生 數十頁 是不是 喔 對 那你現在做燒肉 那我們是不是有貼醫心 你看醫生 他是不是對於我們各行各業 是一種保健健康養生這個概念 那我沿用我廚師的本能 我來轉型嘛 對不對 就是當下透過天面部 有天醫先生 來去提醒他的太太 請他回去轉告他的先生 那沒有多久 他們兩夫妻決定 從燒肉店馬上轉成 數十字住餐 整個轉了 大轉耶 大轉型 對 那沒想到生意真的 跟以前差很多 每天的那個營業額 完全是往上在飆當中 也是維持一個穩定 所以說他們夫妻 其實很開心 就是扣除了這些的店租 人事成本 那後來他老公又遇到一個 很好的機會點就是 他老公不是後來研發什麼素食 來養生這一類 然後人家還讓他老公有接那個 養生的 鍋底的代工 就請他老公 人事成大了 對 調理一些 可能宅配 冷凍 這方面的調理的那個湯底 然後老公幫忙就是 負責這一些的調味 然後代工 然後也切這些單子 每個月至少 他們每個月 包括我們自助餐的營業額 每個月扣除之後 至少都還有三十多萬的進鑽 但是我們要知道 當初這一個太太 她一直在賠錢 在那個燒肉店的時候 她曾經回娘家偷偷借錢 那娘家的媽媽有跟她說 除了指責 除了不甘 她就希望說 妳要不要趁早跟你老公離離婚 離婚還是說怎麼樣 因為我看妳這樣繼續下去 一定是負責累累 那每一個媽媽都是不希望女兒被拖累嘛 所以當她發現說 其實她就一直回娘家借錢之後 其實也讓自己的老公也受到蠻難堪的 那沒想到他們做了這個素食自助餐 然後整個業績營業的成長之後呢 也接到像素食團體啦 宗教團體 還有公司行號 還有像公家機關 大量的一個訂單都很穩定 那沒想到後來媽媽看到這樣子 她就跟女兒講說 欸 女兒子 那老媽這邊還有一間店面 那如果你們覺得說做得還蠻穩定的 那媽媽提供出來 在初中 你們繼續去開這個間店 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說 除了我們知道這個人的命格 有特殊性的一個方向 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予她 透過天命部裡面 給她指引 或是我們去轉型 就她那一點點的一個環節當中 好 就像很多人遇到困頓了 那我們是不是找對的老師 來透過一些天命部裡面指出 一些她的問題點 然後也透過關心音菩薩 可以幫她做一個解觀 好 然後把一些不好的運勢啦 讓她重新人生找到一個好的出口 真好 對 我覺得都是一個過程 剛好有貴人 剛好她太太是她的福星 那剛好回去跟老公講之後 欸 又整個馬上去做一個大改變 對 她總是在做事情 到最後欠缺臨門的一角 那臨門的一角 就是貴人的那一角 那這些筆劃的人 其實她是有才也有能力的 只是她有的時候她是食慾靈近 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舞台 去讓她發揮的 那只要有人給她機會 然後給她信任 放手讓她們去做 其實她們可以逢三胎 遇水大橋 她一定會把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完美 來來來 接下來 芳瑜妳也是妳看原成功 對 妳是因為事業的問題 對 也是剛才老師說 很困頓的那個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呢 我在玉瑩哥公司 就簽在那邊嘛 是完全沒有工作的 只有固定每一周錄一次分手擂台 就是只有這樣子 然後我就 所以妳的人生斷橋關 就卡在玉瑩哥那裡 就是我斷橋關真的也頗多的啦 然後當時呢 我就跟朋友一起下去竹南 看了這個原神功 他們就說 欸 這邊有在看原神功 那時候也一知半解 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我進去之後呢 那是一個神壇 然後大概有 裡面已經坐了五六個人了 然後就要等我 就要等我 就大家一起要 一起下去看原神功 可是呢 當這個法師呢 不斷在那個 念那個經文的時候 我就是怎麼樣 我都沒有辦法進去 但是我就看到其他人 好像已經有點 搖頭晃腦的感覺 感覺上好像 他們真的在看到什麼 然後可能老師 開始在跟他們講解 他們要做些什麼事 可是我就是怎麼都 沒有辦法感受到 怎麼都沒有辦法去 看到我的原神功 然後等到 有幾個已經起來囉 已經回來了 然後我才真的下去 然後下去之後我就看到 他就說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首先呢我就看到一個 類似神桌的東西 然後就是一個神桌的場景 然後感覺是我家 那他就跟我講說 你看到你神桌上面有些什麼 我就說什麼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他就跟我說呢 什麼都沒有就表示呢 你其實現實生活中 你一個貴人都沒有 對 就是你沒有 神桌上 神桌上沒有神明在庇佑你 意思是現實生活中 沒有任何人在庇佑你 在幫助你 他就跟我說 你現在呢趕快 把神桌上面的鮮花 有那個花瓶 趕快插好鮮花 然後插好鮮花 然後插好鮮花我就插了 然後之後他就說 那你現在來到廚房 去看一下你的米缸 然後我就打開一下我的米缸 這是米缸嗎 是咖啡色這個嗎 然後打開來 裡面呢就是 就是我只有看到幾隻那種 類似米蟲在爬 對 然後米只有一點點 然後可能有一些 吃剩下一點點了 對 我不知道什麼蟲 就是裡面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就跟我說呢 這表示呢 你也沒有什麼財庫 沒有什麼福報 就跟我講說呢 那你現在加一些米下去 不用多 大概至少加到一半 我加一點 然後呢再到後面的水缸 打開來看看 然後裡面的水缸呢 有水 而且還滿滿的 可是呢是黃色的 對 就是 我可以看得這麼細喔 對 就是髒髒的水就對了 我就是 勒勒這樣子 看到這邊有點髒髒的 他就跟我說 叫我把裡面的水全部倒掉 然後做清洗那個水缸的工具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真的很奇怪 我就是現實聽得到他的聲音 但是我人卻是在下面 在原神光裡面 然後也在做這些動作就是了 在做這些動作 他給我什麼指令 我就開始在做這些動作 然後做完之後 他就說可以啊 你可以起來啊 就是叫我可以上來 然後上來之後呢 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是這一趟的原神功呢 有成功 我已經把我的財庫啊 貴人運啊 還有一些福報 全部都補滿了 那你接下來你看看 事業會不會比較好 那回去之後我就發現 其實演藝圈的事業 好像也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是後來呢 我就真的多了很多 有貴人出現了 就是 就是多了那種活動的經紀人 開始找我了 然後就開始呢 也多了很多活動的邀約 開始主持活動 大大小小的活動 就是邀約全部都來 那本來一個月可能只有賺 不到一萬塊的收入 那漸漸的呢 因為這一趟原神功之旅之後 我就發現 漸漸我的收入好像是以前的 大概七八倍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原神功真的很玄 就讓我有那種被轉運的感覺 好特別喔 對 好特別 真的好特別 來 玉佩老師 來看看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他的事業是需要貴人來相做 才有機會可以成功 好 我們要看的是 人格跟總格 但是呢 男女同論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的筆劃的人呢 他需要貴人的體系 人格總格如果出現了 10 12 17 20 22 28 34 36 40跟48的人 其實呢 人格總格是這些筆劃的人 不是說他沒有能力喔 其實他的能力是很強的 而是說他總是在做事情 到最後欠缺臨門的一角 那臨門的一角就是貴人的那一角 那這些筆劃的人 其實他是有才也有能力的 只是他有時候他是時運不济 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舞台 去讓他發揮的 那只要有人呢給他機會 然後呢給他信任 放手讓他們去做 其實他們可以逢山開路 遇水搭橋 他們一定會把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完美的 那這些筆劃就是有才能欠賞事 好像千里馬啦 遇不到伯樂啦 遇不到伯樂不說呢 還被別人當作凡夫數碼 在街上去拉車 那對於一個有才華的人來講 他其實心裡是很憋屈的 可是邊邊這個組合的人啊 他們在個性上面有一種傲骨 傲骨 因為他們覺得我不求人 我不拍馬 就算我要成功 我要成功給你看 我也要用我自己的一些能力 所以他就會等 但是有的人呢 他被磨的磨久了磨久了 脾氣變得有一點點的圓滑了 所以當機會來的時候呢 貴人拉他一把 他也就成功 也就上去了 但是有大多數的人 還是這樣子 按照自己的傲骨 這麼去做 所以呢 一生都在工作上面 載福載成 很不得志 那一個有才華而不得志的人 到最後你就看他 他就會變得比較憤世技術 所以呢 有這些筆劃的人 我覺得 有的時候稍微呢 腰桿子軟一點 然後你勇於爭取 然後去勇於表現 貴人他還是願意把機會給你的 所以不是沒有機會 而是你太傲了 好 這個組合 給大家聽聽聽聽 是 謝謝老師 好 馬上有請尤福老師 來幫我們進行一個測字的占卜 大家贊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畫圍基為轉機嗎 好 畫圍基為轉機 我們的字面 直接到今天的主題 解圍化顯 好 從這解圍化顯裡面 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 那觀眾朋友請你選一個字 請囉 直覺囉 好 關鍵老師請選 我選為 為 好 我選畫 畫 寫姐 老師們 我也姐 我也選畫 畫 顯 顯 現兩位 好危險喔 小心喔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試試看看 三好一壞 關鍵老師你自己選好了 我們看一下答案 我們先從解開始好了 解是齊芳跟玉貝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解的話 答案是 偶然卸購觸動心血 好啦 這邊整個就是卸購的卸 這邊是觸的開始 有畫啦 不錯啦 感情畫面畫圍 由圍基畫圍轉基 80分 不錯 不錯 好 其實看一下圍 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到圍的話 那你要注意小心喔 小人 詭計 蓄意解采 這個是不太好的 暫時沒有 只有30分 好 我們看一下 兩位主持人選的 這個顯 到底顯不顯 觀眾朋友 你也是顯不顯呢 如果是這個字 又來了 好 好 好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視野心龍 笑臉長胎 好 這是心龍的龍 對不對 這是臉 笑臉長胎 所以是 工作上畫圍轉基 就是這位 好 好 好 下面是 芳妤跟Amanda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 這個畫的話 答案是 財神庇佑 保證大賺 真的假的 錢財文豪 錢財方面 100分 恭喜 恭喜 好 好的 來 來 來 我們觀金老師 現在有 清算簽名簿的活動 對 有興趣了解的觀眾朋友 請上我們命運好好玩的 官方粉絲頁 來查詢 好不好 好的 謝謝老師 好 謝謝觀金老師 希望我們兩位一切順利 謝謝 好 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親準收看 命運好玩 拜拜 拜拜 拜拜